我正在來支持我的同學 這個緊急都非常多 我們現在應該開始開啟 我覺得這個疫情比疫情更多 我們要警察自己 讓人們走出的路 讓人們去做的事 讓人們去生活 雖然希望生活早日恢復正常 但受訪的民眾也表示 紐約市的疫情較重 應該謹慎地逐步開放 也有川普總統的支持者來到現場 也有川普總統的支持者來到現場 也有民眾認為居家避易限制 會影響公民行使自己的憲法權利 我們想能夠監視自己 決定我們的未來 決定我們的自由 和我們的法律 和我們的法律 和不斷抗議 不過因為在公園裡集會的民眾 難以保持社交距離 警方出面干預解散集會 並關閉公園 新唐人記者金石唐城 紐約報導 新唯一